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请坐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大乘起心论 以及偶艺大师的对大乘起心论的著书 著书的名字叫列网书 大乘起心论列网书 大乘起心论一共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作音 为什么要创作大乘起心论 第二个部分叫利益 到底我们要讲的是什么理 第三部分叫解释 为什么我们说要树立这个理 第四个部分叫修信 第五个部分叫利益 现在我们作音讲完了 作音讲完了以后 我们也讲完了利益 大乘的义理是什么 给它立起来了 建立起来了 现在我们正在学习解释 解释这个理 理不解释不明 那么在我们进入第三部分之后 这个第三部分的名字叫解释分 解释的部分 也是最关键的部分 那么解释这一部分 就是达成起心论的第三部分的解释部分 又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叫显示实意 到底你说的道理是什么理 第二个叫破对质邪直 触掉你的执着 第三部分叫分别修行正道项 就是修行的正道是什么样子 应该怎么样修行 分别意思就是帮助你分析 现在我们正在进入到 这个显示实意这一部分 那么显示实意这一部分呢 又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叫立科 到底我显示实意要分哪几个科目来讲 我们说立了三科 立了三科 那么这个立哪三科呢 就刚才我说的 显示实意 对质邪直 和分别修行正道项 分别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分析 帮助你分析修行的正道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正道 为什么要这样修行 那么我们上一讲讲到 显示实意就是看破 对质邪直就是见烦恼 因为邪直讲的是你观点上的错误 那么对质邪直就是首先要想修行 要把观点树立正确 你看我们六合径 首先是见和通解 这个见就是观点 你说你能不能改习气 这是一桩事情 这是私烦恼 但是你起码观点要正确 就像我们抽烟一样 能不能记掉烟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很痛苦 因为它是习气 它是烟瘾 瘾呢就是习气 叫业障 因为造这个业形成了障碍 这叫私烦恼 但是呢 起码我认识到抽烟不好 这叫邪直 我认识抽 我认识 我把这个抽烟不好的观点 先要树立起来 然后我再说 我怎么把烟瘾去掉 所以第二部分 对质邪直就是要树立正确的观点 佛法当中 要想入门进行修行的前提 前方便 就像我们上小学之前的幼儿园一样 首先要观点正确 你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 能不能坚持贯彻这个观点 是一桩事情 但是我虽然坚持不了 虽然有些时候 我虽然认 但是我做不到 这都没关系 但是观点上首先要正确 这个观点 佛说 第一个人没有我 没有人 第二 也没有法 你能不能认 人 我和法 我都没有 所以 这个体系论的解释分的第二部分 对质邪直 就对质两种邪直 第一个叫对人的执着 第二个是对法的执着 对人的执着 我们产生了六道 对法的执着 我们产生了四圣法界 声闻 圆觉 菩萨 如果对人的执着 我们通常说执着 对法的分别 去掉了 执着分别没有了 你就差无名了 那破一品无名 你就正得一分法身 那么 这就是我们实法界的佛法界 实法界的佛法界 不是纯粹的佛 纯粹的佛 一品无名都没有了 我们不叫佛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如来 那么你有一品无名没破 等觉菩萨 比如说最后一品无名 那你还是叫菩萨 那只不过你是法身菩萨 你是法身菩萨 那么 分 对质邪直 就是要树立这个观点 为什么没有人 为什么没有法 为什么人没有法 那么 那么 大致主要是讲这一段 那么我们从观点上树立起来以后 我们明白了 为什么我有这么多人的概念 有这么多法的概念 我怎么办呢 那你得修行正道 把这个东西西气上去掉 对人的 私烦恼 对法的私烦恼 给它修掉 就会对烟瘾 要去掉 我们到医院去 大夫给我们上课 拿出肺部的照片 把抽烟的和不抽烟的摆到我们面前 一下观点就建立起来了 哦 是 抽烟不好 所以 邪直容易破 但是 修行太难 所以 为什么成佛要三大阿僧齐节呢 就是我们说 生死海参 菩提路远 就远在修上 真难 所以 佛说 私烦恼 叫顿时 来的慢 去的也慢 顿呢 就是刀子侧顿 啊 那个 见烦恼 就是说对之邪直 这个观点上的错误 这叫历史 非常锋利 来的快 去的也快 你上一堂课 你就树立观点了 再上一堂课 这观点就破掉了 啊 所以 容易的 咱们先破 啊 所以第二部分 安排的是对之邪直 观点上正确了 啊 就和我们六合静时的 见和同结 啊 这我们 观点上一致 我们的理解完全吻合 这是六合静的第一天 然后下面 见和同修 啊 深和同住 这都是克服你私烦恼 啊 都是克服你私烦恼 所以六合静实际上就破见私 啊 所以佛法的安排 没有一法 不是破你的见私 我们的见私 无外乎两种 一种是对人的见私 一种是对法的见私 对人的见私 如果存在 那么你就有六道 如果对法的见私 你有你存在 那么你就有四圣法界 如果对人的见私 和对法的见私 全没有了 你就成佛了 那么 这就是我们说的 见私烦恼 分成界内和界外 六道内有见私 六道外的四圣法界 也有见私 啊 也有见私 所以 对质邪指 就是要破除十法界的邪指 十法界的六 六道轮回法界 是对人的邪指 四圣法界 是对法的邪指 在这几边全都讲了 然后 分别修行正道相 一路从凡夫地 到 地前菩萨 最后到地上菩萨 那么地前菩萨 没登地之前的菩萨 就是没正德法身大事的菩萨 他修行哪几个呢 信 解行 最后 正 正就正法身了 就是法身大事 所以 初行菩萨 就是没有正德法身大事 以前的菩萨 我们常常称之为 信为菩萨 解为菩萨 行为菩萨 或者我们说 信解行政 佛是通过这四个课程 让你成佛 就说我们 从北京到南京 要经过四个火车站 才能达到 第一站石家庄 第二站徐州 第三站 你比如说 上海 苏州第四个站 到南京 所以 你在从北京上火车 到徐州 到石家庄的过程当中 你叫信为菩萨 你叫 去石家庄的乘客 你从石家庄再往上走 到徐州 你是去徐州的乘客 那你要从徐州下去了 你就是声闻和原觉 你就变成小乘 你下车一看 这不是南京 你还得再上车 所以小乘最后 还是倒归南京 还是要去南京 早晚的是 因为他认为 从徐州下车 就正德涅槃了 发现没有 我还有法的执着 有法的执着 你正德的真乳 只是人空真乳 法并没空 法并没空 生死就不空 所以你还有生死 你还没有到头 所以解释分当中 很丰富 很精彩 就是 我们但凡能够识字 但凡能够读书的人 都应该学习学习 要不然你念佛 动力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从生起来到现在 一直在读书 所以你一直就落在 分别执着当中 你的神识一直在被染污 要不执着 要不分别 那海贤和尚 人家不用 那什么解释分呢 他就四个字 阿弥陀佛 他可以不用 那他是上上 我说了四个上 上上上上 人家学着干嘛 什么起心论 什么大乘无良受精 我给你们做出来不就完了吗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话 你感冒了 感冒冲击 咱们现在要感冒了 要喝感冒冲击 现在研究这药方 为什么这感冒冲击能治感冒 是哪一位要帮助我发汗 是哪一位要帮助我治咳嗽 是哪一位要帮助我治流鼻涕 弄清楚了 感冒已经转成肺炎了 怎么着啊 弄清楚你不是还得喝吗 下个人 转成肺炎了 那你就可以感冒冲击 可就不管用了 你就得到医院去拍X光片 你得打点滴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研究点滴和X光片 你再研究清楚了 你就转成肾炎了 这个时候 打点滴不管用了 你就得上手术台了 那上根人是什么呀 听妈妈爸爸的话 你说你看这个信很重要 虽然我感冒了 我不知道这药里吃的是什么 但是爸爸妈妈让我吃 那还能错得了吗 我就吃了 吃了我就好了 您这研究了半天 五年过去了 到八宝山去了 我这好了上班了 干活了 就是这样 海鲜老和尚就是听话 听谁的话 听他的师父的话 没让他参禅 就这句佛号抱住 九十二 九十一年不拐弯 这叫聪明人 就四个字 看到咱们这 又是学习 又是查字典 然后又是背诵 又掰开了揉碎了解释 他特别可怜我们 最后你不是还得念 阿弥陀佛吗 你研究半天的药方 你最后不是还得吃吗 那既然这样的话 早吃不就完了吗 所以信 是佛法的第一 因为这个东西 不是你的生活境界 你从来没见过 你要再没有了信 那你这佛法就没学了 就没得学了 所以为什么 佛在修行正道相的时候 先要修这个信 因为它是第一意 它不是你的生活的经验 总结 你从来没在那个世界上生活过 他到这来 把那个世界的生活工作学习 讲给你 你又没去过 你要再不信 那您就别学佛了 那您不是浪费时间逗闷子吗 你又不信我 你又没去过 那您该干什么 干什么去呗 那不就这道理吗 所以信为道源 功德母 道源 圆什么 圆头 第一的 你要有道 你得从信开始 功德的母亲 是从信生出来的 信就是母亲 产生功德 所以你看 佛分别修行正道相 第一个叫信 你理解不理解再说 你先信 你先信 信上完了以后 在第二步再说 我信的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要信他 这就是解 理解了以后 行 修行 修行 那么修行完了以后 正果 你就成佛了 所以 解释分当中 讲的就是这桩事 那么 我们说 所以 大乘起心论 它不是净土的五经一论 很多人质疑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要讲大乘起心论 你为什么不讲五经一论 今天我们要吃饺子 盘子 碗筷子都不是饺子 你要准备好 你才能吃 我们今天的大乘起心论 就相当于盘 筷子 碗 准备好了 你才能吃净土 因为什么呢 你看净土三资粮 第一资粮就是信 那海鲜和尚 不用这么 因为人家生来就是信 信根 你看我们管信叫信根 为什么叫根呢 根是埋在土里的 管你叫 管你管这件事情叫根的时候 就意味着它能长东西 海鲜和尚信根深厚 不用学 我不识字没关系 我有根啊 我有信根啊 信根能长什么呀 能长出文思修三会 能长出佛菩萨 那我就问你 你信佛吗 你要信佛 那就行了 你就听佛的 是不是那意思啊 你信佛不就听他的吗 那佛说 万派朝宗 所有的法都是从净土法门流出去的 所有的法又回归净土法门 吉顿 吉元 正中正 元中元 顿中顿 就是这四个字 信吗 那信 那信那就回去吧 不用听大乘起信了 你念佛不就完了吗 好像不太坚决 不知道为什么就这四个字就能解决这么大的问题 念佛的决心和毅力总是不够被别人打搅 心不够定 信不坚决 信不坚决能发怨吗 没有愿你能念佛吗 不念佛你能正你所信的东西吗 你证明不了所信的东西能满您的愿吗 所以印光大师说 因信发怨 因怨建行 因行而正所信满所愿 所以信是第一位的 所以大乘起信了 没别的 就是要树立净土三资粮的这个信 所以 他是净土三资粮的第一部分 信 因信 因为信 而发愿 因为愿 而念佛 因为念佛来证我的信 来满我的愿 那是这么一个轮回 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有信根吗 没有信根 坐下来 好好听老师跟你讲 为什么你要信我的法 所以 大乘起信论 各位祖师大德 你包括净土宗的 这个 偶艺大师 你包括 这个清凉大师 这都说是 学佛 初学佛人的 必修课 你学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学它 学它以后怎么样 你要搞清楚 所以 体信论 属于劝转法轮 你看佛三转法轮 是转劝转 做正转 那么海贤和尚 人家根性立 师父一说 给一个指示 就干上 咱们不行 得劝 那老和尚天天就劝我们 一天两小时 大经节 一年讲一步 一年讲一步 没完没了的 六十年跟着劝我们 为什么 不是老和尚 闲得没事 想劝你 因为你们就是这个根性 听劝 中国人 有些 有些根性的人 你劝他都不回头 那我就给你作证 你看 海贤老和尚 也没给人下过什么 你看海贤老和尚 两转法轮 第一个 世转 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念佛是真的 你看这就指示 就是利益 就是我们起心论 把这个 道理给你讲 但是没给你解释 为什么呀 一解释 你就是中根了 你不用解释 我就跟你说 念佛啊 这叫世转 那么 海贤老和尚这一生 转法轮 第一是世转 你看他的指示 都是这样 什么都是 真的没有难事啊 天下无难事 只怕心不专 讲理了没有 为什么不讲 结论告诉你 这就叫世转 那我们老法师呢 劝转 也有世转 一心念佛 老是听话真干 持戒念佛 那师父这连篇雷毒 天天就这世转 同时坐在摄影棚里 劝转 掰开了揉碎的 给你讲净土 依正庄严 给你讲心愿行 净土的教法 净土的刑法 净土的礼法 净土的国法 就这四法 教理行国 天天轮回地跟你讲 劝转 为什么 你是中根人 说一句两句 你不行 我必须得给你讲清楚 为什么 那么海贤老和尚 还一转呢 就做正转 我最后给你做证明 113岁 112岁还能够干活 113岁走的那天 还干到晚上五点半 好像是112岁 还可以上树摘柿子 他没有衣服 他就 他就是师父讲 他身脚 他不用动嘴 他身脚 让你看到念佛人的样 那做正转 那老法师 咱们的 老和尚说 他走的时候 在摄影棚走 那讲完一部经 圆满了 他觉得该走了 这部经的最后一天 讲完了 在摄影棚 给大家在摄像机前告别 我们西方剑 做正转 他敢说这话 那是什么境界 他能决定 哪个地方走 什么时间走 我们现在 您买 按印光大师说 您买千弹假 不买一弹针 什么意思 买一千弹的东西 全是假的 我们愿意 就买一弹针的 不愿意 什么是一弹针呢 就这四个字 阿弥陀佛 我们时间 什么都花了 什么都干 就是不念佛 这就是印光大师说的 您买 您肯买一千弹假货 不愿意买一弹真货 那怎么办呢 老法师就劝吧 告诉你 什么是假的 什么是真的 有几个回头的呢 有 刘思云老师回头了 大境界 那不是一般人 做正传 刘老师圈传吗 圈传 刘老师是传吗 是传 三传法轮 怀疑 上面怀疑师父 下面怀疑刘老师 不信呢 印光大师说 就和那个瞎子一样 在瞻谈林 瞻谈林 瞻谈香啊 他用瞎子 鼻子还不好 失去嗅觉了 所以他就骂 没有阳光 也没有香味 其实阳光和香味 这个瞎子和这个鼻子 有毛病的人呢 他到了瞻谈林 正在当务 他说没有阳光 也没有香味 其实阳光和香味 从来没离开过他 只是他自己有障碍 接触不到而已 那么我们学了这个 大乘起信论的目的 很多人说 你的目的是 我的目的就是因为 我是中根甚至下根人 我不信佛 我信的不够坚定 你说我不信吧 我不愿意承认 你说我真信吧 我确确实实 咱们摸着良心说 没那么信 所以我就读大乘起信论 从10年读 一直读到16年 6年来 我没读过第二本书 6年来 我没有 什么看电影 看电视 反正是 讲也是大乘起信论 听也是大乘 自己录下音来放在MP3 听这个起信论 读呢就读起信论 讲呢就讲起信论 吃饭啊 聊天啊 反正 老是心呢 老是 这个想着起信论 那师父 表扬我说 我有点悟处 其实 花了六年的时间 有着点悟处 已经很惭愧了 因为我今天61了 我从56 我从54岁开始学这个东西 一直学到今天 还磕磕巴巴的 讲不清楚 我老跟师父说 我还是不能串起来 我还是不能揉起来 师父说 你多上讲台 你甭管底下人听得懂 听不懂 你就讲 讲着讲着 你就跟他喝在一起了 讲着讲着 你就把那不懂的讲懂了 我就听师父的话 这次是第二遍讲 第一遍讲 讲完了 现在第二遍讲 第二遍讲到第26集 正好讲到解释分 那么这个意思是说 印光大师老人家说 都说管子啊 说过一句话 私之私之又私之 私之不通再私之 如果再不通 鬼神助其通 鬼神帮助你通 印光大师说 哪有什么鬼神呢 就是你私之私之再私之 再不再不想不通 你再想 实际上是你的真诚心 大通了 没有鬼神帮你通 管子叫鬼神 啊 印光大师说 就是真诚 所以我们对 经教不能理解 问题不出在 经教难上 问题是出在 我们不成上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经教 我应该理解 而我不理解呢 因为你是凡夫 因为这是圣人的话 那我怎么才能把我的凡夫 转成 圣人 我不就能看懂了吗 印光大师说 结成 自可 转凡心 凡心 转不成圣人 圣心 是因为你不成 不结成 结成是 结是形容词 最成了 没有比他再成的 结成 自可转翻心 不用让别人帮助你转 自己就转过来了 念佛方能消素叶 那印光大师 大家都熟啊 一个照片上 在他的疗房 上联 结成 自可转凡心 下联 念佛方能消素叶 想消业吗 过去的也 想 想转凡成圣吗 想 按照印光大师做 你要说 起心论难 心性之学 弹玄说妙 其理忧深 其意难见 那不谈了 这几个字 你总知道吧 结成 自可转翻心 念佛方能 消素叶 难吗 三岁的孩子 都可以读下来 你关键要做到 做 怎么才能把结成 给做出来 就是要定 其实你以为 读六年起心论 是你自己读懂了 是你这一点点定 文中的义 略知万分之一二 懂 知道点 就是凭着这六年的定 和这个成 我就相信你 我就靠着你 我自己再也不琢磨了 虽然我今天不理解 虽然我不明白 您说的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 您说的一定是对的 问题出在我这边 我是瞎子 我看不到太阳 我是鼻子有问题 我闻不到香味 什么能通啊 李炳南老师也说 老师啊 师公说 智诚感通 那不这跟英国大师 说的一样吗 结成方可 结成字可转繁心 啊 所以我们无论学哪一部经 啊 你你你读五经一论也罢 你读大乘其心论也罢 啊 因为任何一部经论 跟众生都有有缘和没缘 你要选择对你有缘的 这样一个经 守住他 喜欢 啊 所以偶一大师在这个列网书当中说 众生的根性分 啊 说分四类 一个叫信性 一个叫异性 啊 什么意思 说这个人的根性啊 啊 他是靠信 他不一定非得讲理 谁说的 这事是 师父说的 那行了 那还错得了 海鲜老婆 就是信性 他不强调 他不是异性 他不是把李弄明白了 异性的菩萨 异性的人 什么意思 你甭管谁说的 李只要对 我就照着做 那我们就要问自己 我到底属于信性根性的人呢 我还是属于异性根性的 如果你要是信性根性的人 恭喜你 就不用再研究理了 找一个正确的人去信 那无外乎释迦摩尼佛 我们的老和尚呗 啊 净土宗十三代祖师 信谁都行 你说我是异性的人 我甭管是师父说的 还是释迦摩尼佛 只要对 我就干 我不管是谁说的 那你就得研究理 然后信性跟异性的这两种人当中呢 又分成一个广和略 有些人呢 一生就跟定一个师父 比如说我们跟警方法师 我 我是信性 他说的我就信 同时我就信这一人的 这就略了 还有呢 是广 哎 那净土宗中的大德 啊 善导吧 偶艺吧 印光吧 啊 大师哈 然后咱们老和尚吧 哎 他特别广 谁都信 但是信的都是对的 那还有一个部分呢 是略 你比如说这个义 讲道理 喜欢李的这个人 他也有广和略 广泛的涉猎精愿 天天读 喜欢读书 啊 喜欢读书 文字能力强 还有一类人呢 强调李的 也是喜欢李的 爱掰执的 哎 他喜欢略 就一步就够了 哎 我不读那么多 一精通 一切精通 马明菩萨说 他的起心论 就是为那个 喜欢简单的 就靠一步经的 不喜欢读太多的 爱掰执李的 这些众生写的 所以你看 你不能拿起一步经就读啊 不能人云亦云啊 你得自己 你得自己考量考量你自己 我到底是哪一类人 如果您不是讲 特别强调掰执李的人 我是一个特别容易信 的人 那您就信老和尚 屋里就挂一个 一心念佛 就哪也别去了 什么道场法会啊 读经啊 看看老和尚说 那一心念佛就完了 你信老和尚 又喜欢简单 对吧 那就是四个字 持戒念佛 再复杂点 信愿行 不能再复杂了 再复杂就不是 就不是略了 那海鲜老和尚就是信型的略的根性 那这个根性太深了 啊 我们阴光大师呢 就是 义 啊 李那没有 那你想想阴光大师那个李上 还有谁比他清楚 简单 他不不涉猎 那么多精卷 实际上老和尚 据说啊 映光大师这一生 大藏经读了三遍 那我们不能妄自揣测祖师的到底什么根性 人家是大势至菩萨再来 你说什么根性啊 你能随便给人定吗 但是 我们看他的表法 他是一个学府五车 极具文字三昧的人 红一大师说 最后他就是阿弥陀佛 做了一个视线 啊 都说 人家去问阴光大师 都说您 我什么都不会 我就会念佛 人家什么都不会 您看看那文朝写的 啊 这教育我们呢 你就是看那感冒冲进的药方子 你吃了就完了 你研究他干嘛 就是那意思 啊 所以 我们学起信论的目的 就是想树立一个坚定的信心 最后 你看起信论 他的第四部分叫修信 修信结束的时候 他有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 极具慈悲的一段开示 这段开示 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深 他老人家说 马明菩萨说 复刺 再往下来 初学菩萨 是我们 住此 娑婆世界 住在这个娑婆 娑婆世界是梵文 翻译成我们的华文 就是堪忍 能够忍哪 这个世界 的众生 这么苦 他不想出去 真能忍 初学菩萨 驻此 娑婆世界 或 直寒热 直就是碰到 直斑啊 或碰到寒热 就讲的是客观环境 冷啊 热啊 东北特别冷 啊 海南特别热 赤道是更热 或 直寒热 或 在这里边 就有些人 啊 碰到了寒 热 就是讲我们的居住环境 风雨不时 风雨 不该下雨的时候下雨 不该刮风的时候刮风 什么意思 自然灾害 风雨不时 不按着时节来 那你看 佛所行处 风雨 雨时 啊 你看 有佛的地方 风雨按着时节来 该来风的时候 就来风 啊 你比如春天 该受花粉了 啊 风来了 把那花粉吹开 到了夏天 该收割了 雨不来了 因为收割一下雨 把你的粮食给泡了 人家雨不干 这个 什么地方有这样现象 佛所行处 凡是佛造的地方 是这样 啊 那么 住此娑婆世界 祸之寒热 风雨不时 积谨 等苦 积谨 饿呀 灾荒年 积荒年 粮食颗粒无收 后边加个等 苦 很多很多 这样苦 举几个 举哪几个呢 寒热 风雨不时 积谨 等苦 啊 没有 这个地球有热有冷 这还算不错了 热你弄点空调冷 你弄个暖气 你还凑合 风雨不时 就自然灾害啊 泥石流地震啊 然后再往下 更狠的是 连粮食都没有了 啊 活都活不下去了 等苦 这是什么 环境苦 我们居住的环境 祸 那你说你这人吧 人缘挺好 啊 善缘特多 爸爸疼妈妈爱 姥姥亲 舅舅舅舅喜欢 嘿 人好 但是你住那地方不行 还有一种人呢 哎 可能住的地方不错 啊 四季如村 风调雨顺 但是呢 或见 不善 可危众生 有些人呢 经常碰到 不善的 令你害怕的众生 恶元贝 啊 三 这些众生怎么样呢 三毒所产 邪剑颠倒 这是苏婆世界众生的状态 啊 弃被善道 习行恶法 被弃善道 什么是最善道 念佛呗 识善呗 孝亲尊师呗 弃被 放弃 背叛 干嘛呢 习行恶法 贪嗔吃慢呗 坑蒙拐骗 吃喝玩乐 就这个吧 啊 他说 有些众生 虽然可能居住的环境不错 但是 不善可谓众生 三毒所产 邪剑颠倒 气被善道 习行恶法 人事环境太差了 第一条讲的是 居住环境太差了 第二部分讲的是 人事环境太差 对吧 那么 人事环境 我们叫静 呃不 这个客观环境 我们叫静 人事环境 我们叫静缘 静缘太凶恶 怎么办呢 菩萨在中 菩萨在这个当中 就像我们 初学菩萨 菩萨在中 心生 怯弱 胆怯 懦弱 产生出来 行吗 就这地方 啊 人们不像个样子 啊 居住环境 居住环境 这么恶劣 恐 害怕 恐怕 恐不可 直欲诸佛菩萨 害怕自己 直欲就是碰到 遇到 害怕 自己 不能 啊 碰到佛菩萨 恐 害怕 第二个害怕 不能 成就 清净信心 怕自己 成就不了 清净信心 没有信 就没有解 没有解 就没有行 没有行 就没有证 那不就完了吗 学什么佛呀 我学佛 不就是为了证果吗 恐不能 成就 清净信心 这两个害怕 第一个 老师没有 啊 碰不到 诸佛菩萨 同时呢 这是我们说 人事环境上 我碰不到 一个好老师 对我自己来讲呢 我怕我自己啊 啊 清净的信心 没有夹杂的信心 我怕 也成就不了 那很悲观呢 这么一说 啊 你看 静缘都那么丑陋 丑恶 然后又没有好老师 那我 这个害怕是 是可以理解的 啊 那么 我成就不了 清净信心 我还能学成吗 我还能成就吗 我还能了生死 初三界吗 那很失望啊 结果是什么 生疑 欲退者 产生怀疑了 欲退 想退心了 算了吧 就这么着吧 在这 凑合着活着 聊此残生 随着业力 该怎么着 怎么着吧 这是 这是到了 极度极度失望的人呢 生疑欲退者 对这些人 什么是法门最方便 净土法门 念佛法门 那我们看看 我们是不是符合 这一类众生 娑婆世界 没问题 我们生活在 娑婆世界 祸之寒热 风雨不时 激进灯苦 我们这个世界 有灾难 非洲有凉荒 大雪冻死人 热天热死人 祸见不善可畏众生 年年战争 天天战争 天天人杀人 三毒所禅 为什么杀人 不善可畏众生 为什么它是不善可畏 这是果呀 因是什么 三毒所禅 邪见颠倒 三毒就是私烦恼 邪见颠倒 三毒所禅 就是私烦恼 邪见颠倒 就是见烦恼 见私烦恼 三毒就贪臣痴 这就是私 思想上的错误 邪见颠倒 就是观点上的错误 邪见 自私自利 搞竞争 一切向前看 弃背 善道 习行恶法 先说人 叫不善可畏众生 我这么说 这些众生 是不善可畏的 我可不是说 瞎说 为什么 从内来看 俱足 见私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异业 身口异 异业 弃背 善道 习行恶法 这是什么 口业跟身业 三业全坏 菩萨在这样人群当中 心生确弱 恐不可执欲诸佛菩萨 怕自己碰不到佛菩萨 恐不能成就清净信心 怕自己成就不了信心 生以欲退者 产生怀疑 想退心了 你看我们现在学净土 咱还不要说不学佛的人 那这个咱不谈了 他根本不知道佛是哪一桩事情 就是咱们在老头上身边的 这些净土学人 生以欲退者 大有人在 比比皆是 怎么办呢 应做试念 你应该做这样一种考虑 试就叫这 应做 应该做 应该产生 应该 这样想一个问题 试念 念就是想法 应该产生这样一种想法 你应该做这样一种想法 你这么思考 怎么思考呢 释放所有诸佛菩萨 释放 不是一方 释放所有 所有就是没有遗漏 所有诸佛菩萨 佛 讲的就是 圆满 佛果的众生 叫佛 菩萨 法身大师 观音 世智 文书 菩萨 叫菩萨 释放所有诸佛菩萨 这全涵盖了 从始法界来讲 佛法界 从等觉以后的妙觉 这叫佛 节德 节 都 节是都意思 得得到 拥有 就这意思 节德 大神通 他不是一般的神通 我们世间有点神通 你像 曾子 上山砍柴 同学来到家里玩 妈妈没法跟他联系 拿那个针一扎那个手 曾子就知道 哎呦 妈妈 叫我 赶快下山 看他同学来 这叫神通 为什么这个神通 不叫大神通 啊 因为 人间的神通 都是在 起心动念下 产生的 哎呀 圣者跟凡夫的神通 差异通 圣者漏尽通 没有烦恼 而鬼神 也有 神通 但是他的漏 烦恼没去掉 所以他只有五通 那个五通 不能称之为大神通 大神通是在 没 是首先是漏尽通 没有烦恼了 六通 啊 所以 节德大神通 所有师方 诸佛 都具有大神通 有神通 能 能障碍住这个神通吗 我这一搁着墙 我就看不到墙那边什么了 无有障碍 放心吧 你到哪儿去 你在什么状态下 你无论是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间 他都知道你 他都了解你 他都明白你 没有障碍 哦 他知道我 他了解我 他清楚我 这句话就告诉你 他对情况很清楚 他对你很明白 他不需要GPS定位 他就知道你在哪儿 GPS只知道你在哪儿 他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回事 大神通 他有他心通 他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啊 你想我 我知道 人间可不行 啊 节德大神通 有障碍吗 没有障碍 放心吧 啊 有他有大神通 万一是要把他障碍了 怎么办呢 万一他看不到我怎么办呢 他有灯光 这道墙不就把灯光挡住了吗 他不会挡 啊 那又怎么样呢 知道我 了解我 晓得我 那能对我有什么帮助呢 这句话就说这句话 他不仅了解你 他还能够怎么样呢 能以 种种 善巧方便 能 以就是用 能用 种种 善巧方便 善就是好 巧就是妙 你 他对你的帮助一定是善的 他对你的帮助一定是巧妙的 能以种种 几种啊 种种 各种 种种就很多 善巧方便 方便 就是便宜 特别适合你的 方 方法 啊 能以种种 善巧方便 干嘛呢 就把 一切 险恶众生 你算 这一切 险恶众生的 当中的吗 当然 一切 险恶众生 包括我 娑婆世界 啊 那我算众生啊 那 一切 什么众生呢 险恶众生 我有很多习气 我生活的环境又非常险恶 能够就把一切 险恶众生 那你今天是不是在 险恶的这个 你是不是险恶众生呢 你住 娑婆世界 你就是险恶众生 他能救把 一切 险恶众生 他不仅了解你 而且他还能用方法 把你救出去 能救出多少众生 一切众生 什么样的众生 险恶众生 那你看看 你符合不符合 这个标准吧 为什么马明菩萨 在娑婆世界 写起心论 他要是说 这个起心论 写完了 不适合 娑婆世界的众生 那不是掉胃口吗 他2000年前 他写了这个起心论 他就是为了解决 这个世界上的众生的问题 让你学习 你就知道 看到这段 就明白了 十方诸佛菩萨 节德大神通 无有障碍 能以种种善巧方便 就把一切险恶众生 做事念 他不是说应做事念 你应该做这样一种考虑 做事念 这样考虑完了以后 发大誓愿 那我们停在这 做事念 以发大誓愿 之前这一段话是什么 应做事念 释放所有诸佛菩萨 具大神通 无有障碍 能以种种善巧方便 就把一切险恶众生 这是什么念 信念 你要相信 十方诸佛菩萨 都有大神通 没有障碍 他们能用种种方便 就把一切险恶众生 这就是我们净土中说的信 我们具体信什么呀 信愿行 诸位 我们老挂在嘴边上 信愿行三次良 信愿行三次良 深信妾愿 持佛名号 什么叫深信 信什么 信的内容是什么 十方所有诸佛菩萨 节德大神通 无有障碍 能以种种善巧方便 就把一切险恶众生 这就是我们的净土的信 的内容 你没有这个信 你发什么愿 因信发愿 他能干这事 我才信 你信了 你就得 你就得有个愿望 做事念 信念建立起来之后 发大誓愿 你看马明菩萨 是不是净土中 起心论 是不是 劝人念佛 你看 做事念 发大誓愿 这么建立信心之后 就要发一个大誓愿 偶一大誓说 什么叫大誓愿 誓愿 为什么会有大有小 而在这儿 灌一个大字 为什么 这个愿太大了 我们这儿有愿吗 有愿 愿什么呀 买套房子 孩子上个学 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事业发达 找个好媳妇 找个好老公 这个愿 这个愿不大 大誓愿 大家注意啊 不发大誓愿 是去不了西方的 什么叫大誓愿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菩提心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什么叫菩提心 自立 立他之心 叫菩提心 发大誓愿 偶一大誓说 这个愿 是自度度他 如果光想着自度 到西方极乐世界 逃过娑婆世界 这个禁援之恶 这个愿 与阿弥陀佛不相应 阿弥陀佛的愿 不是这个愿 所以 我们要跟阿弥陀佛的气氛 相投 相应 要发大誓愿 什么叫大誓愿 我自度 我还要度他 我要像阿弥陀佛一样 发着48愿 所以 我们为什么要读阿弥陀佛这48愿 你看看人家发的什么愿 成了阿弥陀佛 你就发这个愿 阿弥陀佛48愿 总结来总结去 就是 自立立他 我自己要怎么样 我成了佛以后 我要帮助别人怎么样 不就是自立立他吗 这就是我们净土宗经常说的 发菩提心 自立立他之心 阿弥陀佛的48愿 就是自立立他之心 就是大菩提心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马明菩萨在这说的 大誓愿 也是我们净土宗说的 发愿 信愿型的愿 你看 做试念仪 建立一个信念之后 发大誓愿 干嘛呢 一心 专念佛及菩萨 是不是就持佛名号啊 你看 马明菩萨 在起心论最后结束的时候 师父说了 要不然放在第一 要不然放在最后 都显示重要 啊 那么 师父最近讲 你说 孔子这个论语 开门见山 第一句话 学而实习之 不亦乐乎 这句话非常重要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高兴 喜悦 啊 佛经放在最后一句话 什么 结大欢喜 坐礼而去 欢喜 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结大欢喜 你学了佛 你不欢喜 换句话说 孔子说的 学而实习之 不亦乐乎 你没有这个愿 你没学对 我跟你讲这些东西 就是让你 不亦乐乎 就是让你 结大欢喜 佛经通常是 放在最后 论语放在第一位 第一和最后 都重要 马明菩萨 把这一段 放在 起心论的最后 你前面 你前面 讲了很多道理啊 什么对质 邪直啊 分别修行 正道 像 这叫通途法门 这叫一般的法门 靠着自立 太难了 以礼福人 你要这样才能佛 那我肯定成不了 太难 太难了 难没关系 我这有方便法门 一听着眼睛又亮了 太好了 前面那太难 有点容易的吗 有 一心专念佛际菩萨 这就是我们 净土宗的 持佛名号 信愿行 行出来了 一心 大家注意 这个专念上面 加了一心 难哪 一心太难了 一心专念佛际菩萨 所以 对象 娑婆世界终生 就你的 十方诸佛菩萨 你要相信 你要做大事愿 完了以后 一心专念佛际菩萨 完成这三件事以后 以生如是决定心故 因为你生了这样坚定的心 什么心 身心 切愿 持佛名号 念佛的心 信佛的心 愿意去西方的心 你生了这三心 而且这个三心是决定心 不动摇 你动摇不行 所以这边有条件的 一心专念佛际菩萨 以生如是心故 为什么不说如是心呢 如是心不行 泛泛悠悠 今天这么着 明天那么着 一会儿怀疑 一会儿相信 这不叫决定心 决定心是异心 没有二念了 就这一个念头 以生如是决定心 因为你生了这样坚定的心 于此命中 必得往生于佛茶中 在这个地方 命结束的时候 必得 很坚决 大概得吧 也有可能得吧 那就一下就泄了气了 我这样完了以后 怎么着 大概得 可能得 大部分人得 不是 必得 坚决 必得什么呀 一定得到 什么呀 往生于佛茶中 往生到于 就其他的佛茶当中 到这去干嘛呀 见佛菩萨 你不是说这边恐不可执欲诸佛菩萨吗 你不是这个世界见不着佛菩萨吗 对不对 你不是害怕这桩事情吗 在那儿 这个害怕解决了 见佛菩萨 见到了 你不是这个世界恐不能成就清净信心吗 在那儿 信心成就 你看 你往生到于佛茶中 第一件事 你的在娑婆世界的恐惧 见不着佛菩萨 这边 见佛菩萨 你在苏佛世界第二个恐惧 不能成就清净信心 这儿 信心成就 诸位 信心成就 就是我们说的阿比拔志的 最低的一个位词 叫位不退 再也回不到六道了 所以 永离恶去 那 我往生到于佛茶中 怎么着啊 见佛菩萨 信心成就 永离恶去 我见佛菩萨 我见佛菩萨到时候我还得多入到六道啊 那我见他有什么用呢 信心成就 信心成就 我还能退吗 我还能退回到世间吗 生死的世间吗 永离恶去 六道叫恶去 再也回不来了 再也回不来 叫叫不退啊 叫阿比一拔志 哪啊 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其中之一 啊 马明菩萨讲了 啊 如果你住在 缩破世界 啊 前面给你讲的 信解行政 啊 我们启信论 讲的 坐音啊 利益 解释 啊 修信 这个叫普通法门 靠着自立 来了生死 最后 有一个方便 就是念佛法门 举个例子 哪个佛 哪个世界是这样啊 你看马明菩萨说 如 经中说 啊 如同经当中说的 是 经 这就一切就提起精神了 佛在经上说的 这不是论吗 如经中说 如佛在经中说 若 如果 善男子 善女人 什么叫善男子 什么叫善女 修实善业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啊 善男子 善女人 就是修实善的人 这是我们老何说的 断恶 修善 发菩提心 破迷 开悟 菩提就是 觉悟 一向专念 转繁成圣 你看人生 人生不就这三个阶段 啊 所以 善男子 善女人 就是断恶修善 专念 你看他说了 如 如 如经中说 若善男子 善女人 专念 西方 极乐 世界 阿弥陀佛 这里边 专念前面 不加一心了 大家注意 啊 不是马明菩萨 嫌麻烦 也不是石柴南陀法师 给漏掉了 这个两个字 不是闹着玩的 不能随随便便漏 佛经上 没有一个字 是废字 包括论 那 他为什么在这儿 不像前面说的 一心专念 佛际菩萨 为什么把一心去掉 而前面说 一心专念 前面 一心专念 包括 是一心 理一心 是一心 您就生 方便有余土 理一心 您就生 实报庄严土 生到 方便有余土 是执着放下 生到 实报庄严土 是执着 跟分别放下 这两个一心 是一心 是没有了执着 只有分别和无名 理一心是分别执着 都没有了 破了一品无名 叫理一心 一心专念 那 这种一心 要 要生出来 那决定往生 余佛差中 那没什么说的 我们如果要信了 阿弥陀佛 这个净土法门 这个一心 没有了 换句话说 你不需要 是一心 你也不需要 理一心 达到这种 一心的境界 你只要达到 专念的境界 就行 专念是什么境界 就是我们老何尔说的 功夫成片 能不能再量化一点 什么叫专念 老何尔说 一烛箱 一个半小时 三个往年 别再多了 达到这个境界 叫专念 一秒钟 一句佛号 一个半小时 一个小时 三千六百声 一个半小时 将近五千声佛号 五千声佛号当中 只有三个往年 就达到专念 专念什么呢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这是马明菩萨说的 不是我们净土宗 这十几个祖师说的 你看是佛佛道通吧 所有师方诸佛菩萨 全都全人念佛 印光大师 跟咱们老何尔都这么说 没有一尊佛 弥陀 所以心出世 唯说弥陀本愿海 之所以 佛要来到这个世界 他就想说一件事 弥陀本愿海 阿弥陀佛的本愿 这个慈悲的大海 那 如来 所以心出世 如来 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 唯说 唯说就不止说 唯是选择的意思 只说 弥陀本愿海 剩下的 全是 前方便 他的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说 净土法门 就是要说 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要说 让我们念阿弥陀佛 去西方 这是 十中始 正中正 缘中缘 顿中准 所有诸佛 十方诸佛菩萨 他只要你 他敢称自己是佛菩萨 没有一个人 不确认念佛的 如果不确认念佛 他就不是弥陀 他就不是如来 他就不是佛 是佛 一定要让人念佛 念阿弥陀佛 你看吗 如来 所以心出世 唯说弥陀 本愿海 就是为了说 弥陀本愿 这一法门 你看 马明菩萨是吧 专念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那 完了以后呢 这是阴地上 我要念阿弥陀佛 以诸善根 以各种各样的善根 善根是什么意思 善事呗 什么叫善事 印光大师给了我们定义 敦伦 尽奋 闲邪 存成 诸恶 莫 作 众善 奉行 这就是我们这说的 以诸善根 这个善根 可不能 做这些事 诸恶 莫 作 众善 奉行 敦伦 尽奋 闲邪 存成 诸恶 莫 作 众善 奉行 这些善事 要切记两点 第一个 不能为了明文立养 就是现在的果报 第二个 不能图世间果报 就是我来世 我在得果报 所以 不为明文立养 不图世间果报 这是两桩事情 为了明文立养 是现在得利益 明文立养 不图世间果报 是我再来世界的时候 我要得到大富长者 我要得到福报 你干这几件事 修诸善根 可不是为了这两桩事情 不是为了现前的明文立养 也不为来世的世间果报 世间果报 生死没解决 那 以诸善根干嘛呢 回向 回向什么 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后边这句话 愿生 决定得生 你要想生 你一定能生过去 你看 以诸善根回向 你不做善事可不行 做了善事 你还不能为明文立养 你也不能贪图世间果报 要回向西方 积攒资粮 要修好福气 能念佛的人有福 我们福太薄了 没有福气念佛 那你不修诸善根 积攒福气怎么办呢 能念佛的人有福啊 有福得会享福啊 有些人有福 能念佛他不念 有福他不会享 那也没办法 所以 以诸善根回向 愿生 决定往生 佛菩萨骗人吗 你要 就怕你不愿 愿一生是一定 决定是肯定的意思 肯定得生 能生 到那去干什么去啊 常见比佛 常就是永远 见 比 那尊佛 你不是在这世界上 不可知欲诸佛菩萨吗 在那 诸佛菩萨 比佛 常见 阿弥陀佛 你前面是泛泛的 十方诸佛菩萨 对吧 这我给你具体化了 具象化 就是阿弥陀佛 你常见 你永远见 你一秒钟都离不开他 常见比佛 我见到他 我怎么着 我在这个世界是 恐不能成就清净信心 他说什么 信心增长 永不退转 永不退转是什么 阿比拔志 信心增长 从初信 一直到十信 信魏菩萨 十位 信心增长 首先你到那 你得有信 初信魏得到 初信魏得到 就不退转了 信魏菩萨 退不到六道 永不退转 信心增长 永不退转 到那就是信魏菩萨 信心建立起来 而且永不退转 就是我们说的 永离恶趣 马明菩萨前面不是说吗 见佛菩萨 信心成就 永离恶趣 对吧 他刚才说念佛法门的时候 那你看我们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常见比佛 信心增长 永不退转 是不是跟前面说的是吻合的 能吻合的 永不退转了 换句话说 只有进步 没有退步 而且寿命是无量的 那你不成佛 谁成佛呢 那我们这个世界 退转了 进一退三了 而且寿命是有限的 你不依靠净土法门 你在这地方修不成了 这还算三善道的人道呢 那你要再来 你要斗到三恶道去 那就完了 那你看 马明菩萨说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常见比佛 信心增长 永不退转 这是我看到的人事环境 对我自己来讲 信心成长 我自己得到的果报是信心增长 永不退转 我在那干嘛呢 我到了那去 我生活工作学习是什么内容啊 你能跟我们说说吗 与笔文法在那听法 不需要做饭 不需要洗衣服 也不需要带孩子 这个娑婆世界 所有的风雨不食 寒热 激进等苦 不用了 那 与笔文法 你在那天天文法 观佛法身 观 与笔文法 叫闻 观呢 死 观察吗 考虑吗 研究吗 观佛法身 闻死 观佛法身 哎呦 这太厉害了 听阿弥陀佛讲法 是 口传法论 佛 身口意 三轮 与笔文法 听佛用嘴讲法 观佛法身 是身伦度化 看佛的身 啊 见赐修行 你看 闻思修 见 大家注意这个见赐 啊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一下就成佛 不是那种圆满的佛 还是要慢慢在那修 见赐 逐渐按照赐地 慢慢的修学 啊 你看 闻思修 在那搞闻思修 闻思修完了以后怎么办啊 那正果呗 啊 见赐修行 得入正位 能够进入正位 正位就是 法身大使了 啊 那么你我们看 常见比佛 信心增长 永不退转 是不是 我们说的信 与笔文法 观佛法身 是不是解 呃 与笔文法 观佛法身 见赐修行 是不是解形 信解形 得入正位 是不是正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您还是这四门功课 信解形 正 你看 常见比佛 信心增长 永不退转 信 与笔文法 观佛法身 见赐修行 解形 与笔文法 观佛法身 叫解 见赐修行 叫行 信解形 得入正位 正 正果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通过 与笔文法 观佛法身 见赐修行 得入正位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就达到这个结果 而且不需要一心 专念就行 啊 专念就行 啊 所以 我们说 起心论的最后 这个一完 就到了流通分了 正宗分就结束 所以它是正宗分的压轴 最后 啊 那么 起心论 马明菩萨 为什么要造起心论 在它的第一部分当中解释 做音 为什么要做这个起心论的音 是什么 第 它有一共有七个音 第七个原因 它要造起心论 就是 为令众生 我为了是使 令是使的意思 我为了使众生 于大乘法 对于大乘法 如理思维 正确的认识 正确的思考 如理思维 得生佛前 能够生在佛的前面 究竟不退 大乘信 到了那儿 你才是彻底的 对大乘的信 不会退了 这是我创作起心论的 第七个原因 创作起心论 一共八个原因 那么这第七个原因 就是为了 娑婆世界 这些众生创作的 为令众生 于大乘法 如理思维 得生佛前 究竟不退 大乘信 这是我创作起心论的 原因之一 那 我们再把这一段 正宗分的最后的压轴系 我们再学习一遍 复次 再来 初学菩萨 诸此娑婆世界 获知寒热 风雨不失 激进等苦 获见不善 可危众生 三毒所缠 邪见颠倒 气被善道 习行恶法 菩萨在终 心生怯弱 恐不可 执欲诸佛菩萨 恐不能成就 清净信心 生疑欲退者 应做试念 十方诸佛菩萨 具大神通 无有障碍 能以种种 善巧方便 就把一切 险恶众生 做试念意 发大誓愿 一心 专念 佛吉菩萨 一生 如是决定 心固 于此命中 必得 往生于佛茶中 见佛菩萨 信心成就 用力而去 如 经中说 若 善男子 善女人 专念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以诸善根 回向 愿生 决定得生 常见比佛 信心增长 永不退转 与比文法 观佛法身 见次修行 得入正位 启信论就结束了 难道 启信论不是 全人念佛吗 当然是 所以 我们修学启信 就是为了 这一桩事情 增加对 大乘佛法的 正确理解 然后 如理思维 目的是 为了得生佛前 究竟不退 大乘信 我们到了 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叫阿比拔志 阿比拔志 有三种 一种叫 为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你起码 最次你得到 为不退 究竟不退 大乘信 信为的菩萨 就为不退了 为不退 是什么 功夫成变 到了西方 就是为不退 信心成就 就是信为菩萨了 所以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说 我们今天学习启信论 的目的 还是为了 对净土 生起信心 对净土 生起信心 那么 我们 讲了这一段 的目的 就是要把 起信论 整个这部论 都是念佛正音 都是鼓励我们 念佛 升往西方 所以 原人 看法 无法不原 有些人把起信论 跟净土 对立起来 认为 起信论 跟净土 没有关系 认为 起信论 是夹杂 甚至认为 起信论 是外道 这种 错误的认识 要澄清 如来 所以 心 出世 唯 说 弥陀 本愿 还 马明菩萨 所以 心 出世 也就是 为了说 阿弥陀佛 这个法门 否则的话 你不能称之为如来 没有一个如来 不全人念佛的 没有一个人 不全人念 阿弥陀佛的 啊 所以 我们 回到 我们的解释分 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讲到 阿 就是说 一个法 阿 什么叫法 阿 什么叫法 法就是事物 阿 法就是事物 阿 有形的 无形的 大的 小的 物质的 精神的 涵盖 世间 一切 事情 称之为法 那么 这次来 这儿 向大家汇报 学习体系论 大家说 你能不能 多举点例子 让我们理解 阿 因为体系论 确确实实是 一个强调理的 这东西 阿 说多举点例子 能理解这个二帝 阿 真俗二帝 阿 真俗二帝 特别不好理解 但是一个法 又本身 自然的具备二帝 就像我们昨天说的 一个孩子 一定有爸爸妈妈 阿 因为这一桩事情 爸爸妈妈 这一个孩子 没有妈妈不行 没有爸爸也不行 就和这一法 没有真谛不行 没有俗谛也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个法 它由三部分组成 一个是这个法的法体 就是你的原材料 是什么东西 对吧 你要建立一个事物 你没原材料不行 就和我们说 要做金器似的 金器 形成了金盘的金丸 那你这个金子得有啊 那么你光有金子 你不干行吗 不行 所以 金子 它的体叫金 它的像呢 它得有一种存在形式 你说你什么都 我要想拿到金子 我一定得有一种形 某种形式 我来拿到金子 或者我拿到金盘 或者我拿到金碗 或者我拿到金条 金子一定要由一种形式 展现在你面前 这叫像 形式形状吗 就是像状吗 你没有这个像状 我怎么找金子去 所以你看 金器 它没有金子不行 这个金子就相当于我们说的 真如 任何一法 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是真如 没有真如不能成法 就和没有金子 不能形成金器 但是 你光有金子 你没有一种形式 存在 这个金子等于什么呢 没有家 没有平台 没有一个寓所 它得寄 它得寄托一种形式 让你看见 让你抓着 所以这个形式 这个形象 就是我们说的 一个法的像 它要呈现出一种形式 所以你看 一个法 咱们拿金器来讲 没有金子不行 没有金器也不行 对吧 所以 金器一定得有金 一定得有器 就和我们一个法 一定得有体 一定得有像 那么 这么多金器 我们从材料上考察 是不是性恒平等 都是金性 无增无减 对不对 你说我这个盘子 是一个六吨的盘子 你那个碗 是一个一两的碗 金性 有增有减吗 没有 同样一个金子 无别一顾 你这个碗的金子 跟我的金子 是不一样的金子吗 一样 没有差别 性 都是金性 量上 都相等 同时 我们俩的金子 没有差别 从器上来考察 哎呦 那可差太大了 那有金盘的金碗 金项链 金条 各种各样形式的金子 这就叫像 所以 一个金器 没有金不行 没有器不行 所以我们称之为金器 金就告诉你 它不是别的器 它不是陶器 不是瓷器 它是金器 器就告诉你 这个金子是 凭着这个器 而存在的 是以这个作为载体 而来到你眼前的 来到你眼前 就有形象 就有形状 所以 任何一个法 就像金器一样 没有真如 不能形成法 没有这个法的像 也不能形成这个法 那么如果我们讨论 这个法的本质 真如 那叫法性 如果我们讨论 这个法的 呈现出的像状 叫法像 法性 法像 义法 只是你考察的角度 不一样 就和我们考察金器一样 你要考察它材料 那就是金 你要考察它形状 它就是像 它就是器 金 是一个东西 金和器分不开 就和我们一个法 真如 跟像 分不开 像是什么呀 那么 这个金器 呈现出一种 什么样的器皿 随缘呗 你把这金子融化了 你给我一个盘子的模具 你把这个金水 倒到盘子当中去 它就形成一个盘子的形象 形状 你看 虽然金性不变 但是形状在按照你的要求在变 随缘 随什么缘 随你的想法 法也是这样 虽然成就这个法的真如不变 但是成什么法 按你的心来变 你想成善法 你就做善模子 你想成恶法 你就给它一个恶模子 真如就进去了 真如一旦进到这个善法当中 它就形成善法 如果一旦进入恶法当中 它就形成恶法 善法恶法 一个真如 而之所以成善成恶 是因为你的心来决定 它随你的心 金盘金碗 一个金 之所以成盘成碗 是随着你的心 你想让它成什么 你给它什么模子 你想让它成盘子 你就给它盘子的模子 把金水烧化 把金子烧化 倒到这个里边 凉下来 它就成了盘子 你把这个金子烧化了 你倒到碗的这个模具当中 它就形成碗的形状 器皿 生产金器的这个模子 就是我们的念头 你心里的念头 就相当于生产金器的这个模子 你这个念头 就把这个真如规范起来了 你要是好念 这真如就给你形成好法 你要是坏念 这个真如要倒进你 这个坏念的模子里边 它可就形成坏法 形成一个坏像 尽管是坏法 但是材料还是真如 尽管这个金子做了马桶 它还是金子 它不会说 你把我做成马桶 我就变成分尿了 它不会 它随你的缘 你的意思 但是我从来不改变 我们的真如也是这样 我随你念头的缘 我产生法 但是我虽然产生了法 我的本质还是真如 所以我们研究一法的时候 自然就会有两个角度 一个是从原材料 找度考察 是真如 一个是从呈现出的形象来讲 它叫生灭 有像 那么谁负责这个盘 这个真如所成的法的形象呢 我们心的生灭这个功能 来负责这档事情 我们心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 它有储存原材料的功能 就是我们说的真如 第二个 它还有一个功能什么呢 它能把这个原材料形成法 形成法 我们管这种心的能力 叫做心的生灭因缘能力 这个心随着因缘能够把真如的原材料 变成法生出来 也可以把这因缘改变 让这个法灭掉 所以这个法有生相 有灭相 有生的状态 有灭的状态 完全是因缘 因缘聚 法就生 因缘灭 法就灭 所以任何一法摆在你面前 没有一个不是依靠因缘而产生的 任何一法摆到你面前 没有一法不是真如作为原材料 所以任何一法 永远有两种门伴随着他们 一个叫真地 一个叫俗地 一个叫真如门 一个叫生灭门 一个叫生灭门 从真如门来讲 生佛不二 众生跟佛不二 从生灭门来讲 佛的相和我们众生的相 就是存在形式 差太多了 阴光大师说 天地悬殊 西斥颠 何止向天和地差别这么大 那我们诸位 我们已经有了真如 那你希望你的真如 是以佛的形式存在 展现在你的面前 你还是希望你心里 这个真如原材料 是以六道轮回的形式 展现在 这个世界呢 那我想聪明的人 肯定得说 那我当然不愿意把我这个真如心 放在众生当中啊 我希望我的真如心塑造一尊佛 以佛的形式存在多好啊 对啊 所以要学佛 佛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把真地和俗地 所以 是说什么呢 诸佛说法 说法长一二地 诸佛讲法永远是依据两种理来跟你讲 跟你说真的 跟你说生面 真如门生面门 那么诸佛来到这儿 就是跟你讲这桩事情 什么是原材料 什么是加工原材料 让它形成法 所以一个法 自然就有体和相 所以佛说法自然就依据真地和俗地 那么这个真地 我们刚才举了一个例子 叫金子 真地 我们 大家学佛的人 经常会碰到法身这个概念 诸佛如来是法界身 三世诸佛共同一法身 我们是什么身 我们叫五蕴身 色受想行识 形成我们的身 说这个法 这个佛成佛以后 他也有身 但是他是法身 法身是什么身 首先我们要找到什么是法 首先找到什么是法 然后我们知道 这法就是佛的身 什么是法 法怎么产生的 刚才我们讲了 法没有真如不产生 法没有念头不产生 所以诸佛如来是法界身 哪有法 哪就是诸佛如来 那法有多少法呢 十法界 我们把法归成十类 这十法界都是佛的身 换句话说 佛就在人法界 佛就在地狱法界 因为那是他的身 那佛没有 除了十法界身以外 他没有自己的身 举个例子 昨天大家说 你一定要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们有电 电 电灯啊 电暖气啊 空调 这个电 这个电有深吗 没有深 是不是 你说电是 电能存吗 你说我找个地方 我发了这个电 我存起来 你存起来这个电 如果这个电能被你存 是不是他给你到家里 亮灯的那个电 就形成了二法 对吧 有一个什么都不是的电 所以电永远不能存 你没听说过 哪个水电厂发出的电 存起来 等需要的时候再用 没有 火电厂发出来的电 水电厂发出来的电 核电厂发出来的电 上 发出来的电就得上网 就得给他放到电网上 放到电网上 诸位 这电可不停着 无助 不待着 无助就是不能存着 不能停着 立刻就深入到什么呢 千家万户 立刻就走到工厂 农村学校 凡是用电的单位 我都到 我就问你 电是 深是什么深呢 电深就是所有电气深 电以电气为深 对不对 他没有 除了电气深之外 他电没有独立的深 电没有独立的深 但是电又不是这个电所发的光 又不是这个电所产生的热 又不是这个电所产生的这个机车的跑动 它不是热 不是冷 也不是动 所以他就处在涅槃状态 什么都不是 特别寂静 不呈现任何像 电又哪有电像 你拿出个电我看看 但是他无助涅槃 他不停在涅槃状态下 他不停 所以佛菩萨就是无助涅槃 虽然我涅槃 虽然我什么都不是 但是我一分钟也没歇着 我干嘛 我一念情 便有十方一切世界 就像这个电 一旦生产出来 通过电网便有千家万户 深入到所有有电气的单位去 你要真想找电的深 你就得找电气 所以佛是法界深 电是电气深 你要成了佛 你就深入到所有众生的心中 谁有心你就进去 所以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佛是法界深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电是电气深 入一切电气中 电以电气为深 佛以法界为深 谁是法 你是法 为什么 因为我有色法 色受响行使 我有无法形成我这个身 你这无法当中 这无法法法都是佛 那这就是佛身 那你说这部经不是佛吗 我这把扇子不是佛吗 佛是法界深 哪有法 哪就是我的身 那我就要问了 这个法是怎么产生的 我只要把法产生出来 我是不是就见到佛了 是的 因为佛是法身嘛 那什么东西产生法 法界产生法 什么叫法界 界就是源泉 什么叫法界呢 这个源泉源源不断的产生法 这叫法界 什么是法界 您的心是法界 所以诸佛如来是法界深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你心想就产生法 所以你心一想产生法 佛就是这个法 所以佛是谁造的 佛是您的心造的 诸佛如来是法界深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事故 所以 辱佛 你辱心 想佛时 你的心想佛时 辱心即是 三十二相 八十中好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一想就产生法 你的法一产生 它就是佛 那我的心产生的法的范围有多大 十法界 那十法界的法 我们把法归类 从正报法来讲 我法按正一来分 一报就是我们生活的国土 气势间 正报就是我们说的主观 作为人道的正报 就是我们人 作为是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 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佛 佛就有国土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通称为国土 就是阿弥陀佛居住的一报 这个正和一 好 好到了佛国土 佛正报 坏 坏到了地狱国土 地狱正报 都是你的心产生的 事故 所以 辱心心想佛时 如果你要想地狱 你这个心就创造地狱世界 如果你这个心要想佛 你这个心就想 就产生佛世界 佛的一正庄严 那我干嘛要想地狱 那什么 我想什么东西 我这个心就产生地狱呢 称恨 这就是我们说的模子 你心里的真如 倒到称恨的这个模子里边 就把地狱塑造出来了 就和那金子 挺好的金子烧化了 你倒到马桶的模子里边 就形成了马桶 脏 人不堪把玩 谁说没事愿意去厕所待着 没人愿意 对吧 那金子说我冤啊 我凭什么要坐马桶呢 马桶说你一点都不冤啊 谁让你倒这个模子里边来的 那当时为什么要有这模子 随缘呢 你给我这模子 我就来这模子 我从来不拒绝缘分 这心也是这样 为什么你把我弄到地狱来了呢 那我随缘啊 随什么缘 我随你念头的缘啊 那我要想佛呢 我念头 那我就给你变成一尊佛在你面前啊 我这个真如的缘材料 行了 诸佛如来是法界深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我们说 我们的心想 我们有哪几类想 我们心想 我们心想啊 举心动念 我们到底能不能分分类 刚才您讲了法 是十法界 大类 十类法 讲的是法的正报 这个正报一定伴随着十类一报 佛有佛国土 娑婆有娑婆国土和娑婆众生 但是按我心想产生 我心到底有几种想法呢 我每一种想法产生了什么样的法呢 佛说 你心啊 大概分啊 你的心的想法很多 大略的分三种想法 一个叫执着 一个叫分别 一个叫妄想 你的心想 无外乎这三类 那我就问问你 我的心想的执着这一想法 这个母子 把我的真如塑造成什么样的法界 六道轮回 就是你心里这个执着这个想产生的 那我心里分别想这个母子 把这个真如原材料倒进去 形成什么样的法界 四圣 声闻原觉菩萨 和法身大使 那我这个无名这个想法 这个母子 把我心的这个真如原材料 给塑造成什么法 十法界 一念三千 一念无名 三千大千十戒 十法界 顿线 再往下来 在无名的基础上 你再有分别 那 他就把四圣法界产生出来 如果你在分别的基础上 你再有执着 对不起 我又把六道法界给你生产出来 所以十法界是你心想出来的 诸佛如来是法界身 那么十法界就是诸佛如来身 那么地狱法界虽然是你想出来的 佛不辞辛苦 来到你心想的这个地狱法界 他照着干什么来 不受苦 所以我们说 佛垂形九界 从上掉下来 形成佛 干嘛 度化九界众生 所以你想地狱 地狱出现 别着急 地狱里边是佛 因为佛是法界身 地狱是法界 地狱就是佛身 所以佛知道地狱的众生有多苦 因为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光照阿比不难一念俱超 佛光能照到阿比地狱 为什么 阿比地狱是法界 阿比地狱是佛身 有佛身怎么能会没佛光呢 那我怎么看不到佛光 就像我们说的 你是瞎子 你看不到太阳 你是笼子 你听不到声音 你鼻子得了鼻痘炎了 你闻不到香味 那我怎么能够让我 这个眼病好 我怎么能够让我这个耳朵恢复听力 我怎么能让我这个鼻子通一通 闻到这个香味 佛说你要知道 这三个东西是什么 是什么呀 眼睛瞎 耳朵聋 鼻子闻到味 叫业障 因为你过去造了太多的业了 形成了障碍 怎么去掉这个障碍 念佛方能消素叶 英文大师说 素就是过去的意思 你今天见不着佛 看不见佛 你生活在娑婆世界 没别的 素叶所至 素叶把你带到这个地方 随着业底流转 来到了娑婆世界 怎么去掉 只有念佛才能去掉 这个意思就是 念佛方能 这个方当什么讲 才能 是一个唯一的选择 就是这意思 结婚才能生孩子 念佛方能消素叶 你要想让这个素叶下去 只有念佛这一法门 谁说的呀 印光大师 印光是干嘛的呢 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 所以老和尚劝我们 要听佛菩萨的话 要听祖师的话 不能听谁的话 不能听外道的话 不能听其他邪门外道的话 所以 听话就很重要 听话就很重要 所以诸佛如来是法界身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事故 所以 汝心 你的心 想佛时 汝心即是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那我们用这颗心 为什么要想贪嗔吃慢 我们为什么用这个心不想佛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道理在此地 因为一佛念佛就在创造佛法界 因为佛法界是你心创造出来的 所以你心创造出诸佛 你怎么能见不到他呢 一佛念佛 讲的是过去 现前当来 讲的是现在和将来 必定见佛 诸位 佛菩萨不说狂语 必定见佛 必得往生 就把一切险恶众生 能以种种善巧方便 你放心不放心 就是我们老和尚说的 你到底敢不敢把你交给阿弥陀佛 你要敢放下身心世界 就是大不失 你要敢放下贪嗔痴慢 就是大持戒 拿什么放下身心世界 拿佛号 你想佛不就完了吗 身心世界不想了 本来要搞贪嗔痴慢 不搞贪嗔痴慢 念佛嘛 念佛是不是就大持戒 念佛是不是放下身心世界 放下身心世界 是不是就是不失 念佛不搞贪嗔痴慢 是不是就是持戒 念佛就不计是非人我 是不是就是忍辱 念佛就是不懈怠 是不是就是精进 念佛心不持着 是不是禅定 念佛不受其他外道的影响 理论的影响 是不是就是剥弱 所以念佛就是六度 六度度什么 从生死的慈爱 渡到不生不死的彼岸 六度六条船 念佛一条船 谁的船 阿弥陀佛本愿之船 你愿意上去吗 愿意上去没别的 念佛船就开过来 把你拉过去 那我还要修持戒吗 我还要修忍辱吗 我还要修精进吗 我还要修禅定吗 我还要修不用啊 这句阿弥陀佛就是六度 圆满俱足 这么方便 这么殊胜 这么稳妥 这么简单 诸位 再不念 生死海参 菩提路远 能出得来吗 你要不念佛 所以我们学了这个生灭门 和真如门 我们学了大乘起信 我们了解了我们心里这个作用 更加反过头来 坚定我们念佛的信心 此生 把念佛作为我们的什么呢 按照印光大师说 本命原成 来到这儿就是这个命 什么命 念佛的命 不是搞贪真吃慢的命 不是搞身心事件的命 不是搞是非人我的命 更不是懈怠的命 不是妄想持足的命 是念佛本命 原成 本命原成 命中注定 你就要念佛 所以我们研究起信论 学习起信论 知道心的作用 知道心的作用 我们对净土法门 更加增加信心 我们了解西方极乐世界 是怎么形成的 佛是怎么形成的 我今天跟他的差距在哪里 我跟他的体是一个真如体 我唯一跟他的差别 就是我的像 我的像就是我的妄想 分别执着造成的 我把妄想分别执着造成 我放下 无明没有了 我就呈现出佛像 所以佛也是因缘生的 佛有条件才能生啊 佛不是说生下来就是佛 你得把无明放下 你才能成佛 所以放下无明是因 成佛是果 所以佛 法不离因果 佛菩萨都不能违背因果 明白吗 佛也是因果因缘生的 所以世界上 好到佛法 坏到地狱法 没有一法不依因缘产生 所以大家说 为什么佛教叫做因果规律教 人们认为 佛法无 佛法 因果虚幻 心性难命 一点都不难啊 你看到你眼前的这些因果规律 那都是你的心的生灭造成的 你的心灭 你的心生则种种法生 心灭则种种法灭 为什么我们生起这么多 五着恶事的法呢 没别的 就是你是有五着恶事的念头 这个事 确确实实不能埋怨别人 确确实实不能 是自作自受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学习启信论 先学到此地 希望有时间 我们大家在一起 继续学习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